自瘡的解剖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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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許醫師 上次我們有聊過 自瘡的解剖構造 和發生的因素 這次我們就來聊聊 自瘡會產生什麼樣的症狀 還有為什麼會有這些症狀 大概有40%的 自瘡患者並沒有症狀 無症狀的患者 不太需要治療 有症狀的患者 通常會抱怨大便出血 和疼痛 不過也要注意 不只是自瘡 癌症也有可能會造成出血 和疼痛 所以不能輕忽喔 以下我們分別說明每一個症狀 第一,出血 症狀出血 症狀出血 大多是無痛的 通常與排便有關 血液是鮮紅色的 不是黑便 排便結束時 會看到血液覆蓋在糞便上面 或是滴入馬桶內 有時 排便太用力 會加重出血 出血 出血可能很多 在少數的情況下 會導致慢性失血 慢性失血會造成缺鐵性貧血 可能會合併虛弱 頭痛 煩躁不安 以及不同程度的疲勞 和不耐運動 第二,濕境 以及分泌黏液 直腸內側的痔瘡蹭 有防止糞便排出的功能 尤其是液態的糞便 如果痔瘡總大突起 容易造成大便失禁 也會排除黏液 第三,肛門腫脹感和潮濕感 如果內置腫脹脫椎 會產生腫脹感 又因為內置是柱狀上皮膚蓋 所以容易分泌黏液 使肛門潮濕 第四,肛門皮膚刺痛和搔癢 內置容易分泌黏液 黏液沉積在肛門周圍 會引起搔癢感和刺痛 此外,露出的糞便 有可能使肛門周圍清潔不易 進而引發搔癢和刺痛 肛門周圍的外置會產生皺褶 不容易清潔乾淨 而有些患者 則會過度清潔會因部 使肛門皮膚受傷 第五,疼痛 痔瘡內有血管蟲 如果血管內產生血塊 塞住血管 會使局部血液循環受阻 因此痔瘡會腫脹和發炎 產生疼痛 此外,病人還會摸到肛門好像有腫塊的感覺 外置比內置還容易產生血栓 而且更容易感到疼痛 因為外置發生在肛門周圍的皮膚 痛覺神經比較敏感 另外,脫垂的內置如果發生扭轉 熱住會造成嚴重的缺血 會導致痔瘡壞死 產生劇烈的疼痛 痔瘡常出現的症狀是大便出血 肛門搔癢和肛門疼痛 不過很多疾病也會有類似的症狀 以解出鮮紅色的血便來說 像是肛裂、肛門或直腸發炎 直腸潰瘡、直腸脫垂、大腸洗漏、大腸癌、肛門癌都有可能 另外,痔瘡也會出現肛門疼痛和搔癢 像是感染、肛門濃癢、肛裂、肛門柔管和肛門磷狀細胞癌 也會產生類似的症狀 到醫院檢查時 醫師會先看肛門的外觀型態 做初步的判斷 另外,還會做肛門直診 包括觸診是否有腫塊、有軟度、有壓痛和肛門闊躍跡的張力 外置通常比較容易診斷 內置如果沒有產生血栓 藉由直診很難摸到 形成血栓的痔瘡很容易就摸到了 必要時,醫師會用肛門鏡檢查 對於每個直腸有鮮紅色血液的患者 或懷疑有血栓性痔瘡的患者 在肛門直診中 如果沒有檢測到痔瘡 我們可以利用肛門鏡來評估肛管和直腸的遠端 用肛門鏡來看 可以看到內置有藍紫色的靜脈膨出 如果內置脫垂到肛門口 可以看到外觀呈現深粉紅色 閃閃發亮、柔軟的腫塊 新生血栓的外置 則會有壓痛 外觀呈現紫紅色 肛門鏡檢查的優點是 快速、相對無痛、而且價格便宜 可以診斷痔瘡 並排除遠端肛門和直腸的疾病 肛門流血和疼痛的原因有很多 不一定是痔瘡 有可能是癌症 或其他大腸和直腸的疾病 大多數的痔瘡沒有症狀 可以觀察 但如果有症狀 要盡早到醫院就診 避免延誤治療 各位還喜歡今天的主題嗎? 如果有任何想了解的醫學知識 歡迎留言給我或是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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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我們下次見